台北市体育局迎接2017年世大运 首度举办了全国中等学校与球团体对抗赛 同时也邀请了国内许多优秀的学校以及团体参赛 男子组是由台中市西院高中连拿三点抱走的冠军 女子组的部分则是由台北市大同高中 几百高雄市的新装高中登上后座 快速移动脚步 细心处理每一颗球 身穿白色上衣的西院高中和对手后总高中 在全国中等学校与球团体对抗赛的冠军赛中 上演台中内战 面对在四强赛耗尽体力的后纵 西院强势攻击 顺利拿下前两点单打 我觉得今天选手他们发挥都有正常 觉得非常开心 很满意 第三点 西院派出洪子伟 陈岳宏 这一对天龙地狐的双打搭档 两人从国中合作到现在默契十足 完美互补 帮西院拿下胜利的第三点 抱走南团冠军 我会觉得很怪怪的 一高一高一高的 就是慢慢培养就还不错了 他会找我就是会帮我补下面的球 我会帮我补上面的球 李嘉欣霸气大吼压下高市新装高中 高一小将梁亭瑜的士气 硬是把落后的局数扳平 不过第三局却让对手率先面临赛末点 第一局就会有点打不开 然后到二三局就会放比较开 这一次对方也是有进步 这个我自己失误比较多 就下压球打比较多 然后他就可能转身比较慢 然后就两边我今天就打比较多 之前可能还不知道 来自宇球世家的李嘉欣挺住压力 连杆两分逆转拿下胜利 大同在双打部分在连下两点 以3比1击败了劲敌高市新装 顺利登上后座 UDN TV 吴嘉佑张一琪台北报道